一群人躲在民宅裡 緊盯著螢幕上的監視器畫面 就像在執行什麼任務 還打開門向外張望了一下 接著 全部人向外衝刺 跑到對面的一戶人家 一名黑色上衣的男子 坐在沙發上束手就擒 因為他假冒檢察官 試圖詐騙被害人 28號新北市瑞芳 一名69歲的曾姓妇人 在家中接到一通電話 對方稱自己是遠景 要偵辦洗錢案 發現妇人的賬戶涉嫌洗錢 並請妇人到銀行領錢 說後續會由台北地檢署的人員 道府監管 妇人就依照指示 領出35萬元 領完回家後才驚覺不太對勁 打電話給警方求證 確認就是詐騙 警方要妇人將計就計 然後到妇人家周邊埋伏 等待要上門來收款的嫌犯 果然就在晚上8點多 23歲的陳姓嫌犯 到場表明自己的假檢察官身份後 立刻被埋伏遠景 當場逮捕 歹徒將來取款決定現場埋伏 果然歹徒在晚間當場來將取款 那警方當場當犯人查獲 並查扣犯嫌用來取信被害人的監管證明 訊後依詐欺罪嫌 以請基隆基隆組偵辦 後續警方將持續追查犯嫌 有無涉及其他犯罪 並持續追查上游 為了詐騙 嫌犯還自製傳票和監管證明單 自以為手法縮密高超 但早就被看穿 正要上門得意的拿走 笑想好久的錢 下場是落入法網 TVBS新聞劉欣奎 周仁萱 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字幕志愿者 初音ミク